各位顶姐妹早晨,主代平安,很高兴可以和大家一起去到敬拜上帝, 代表见到神学院都问候大家,我们常常常在长洲里面有芒果糯米池、大粒粒乳, 其实你住得多都不会常常吃,但是那里我每天都可以在一个很冷静的环境祷告, 一起和神学生在那里居住,疫情的缘故,我们近期才逐步那些神学生能够回到那里住宿, 这都感谢主,现在慢慢好了很多了,我们一起有个祈祷作为开始。 慈悲人爱的天父,我们仰望你,求你的圣言,触动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不只是增加头脑的知识,我们求求你用你的主权, 去驱择我们的生命活在你的心里入,帮助孩子宣讲你的话语清楚, 我们同心谦卑领受,祷告,系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今天的讲题叫做活出爱,为了配合签密浸信教会的主题, 因为有两句,一句叫幸福人生,一句叫活出爱, 我没有可能说完两句,我今天说一句。 我会想到活出爱的主题,在旧药里面的版本,很想跟大家分享。 因为我们经常听得多的是新药的版本, 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成为挽回祭,这寿是爱了。 这是我们很出名,也经常提到的,就是《样行一书》第四章内容。 今天我们很想回归,就是耶稣基督曾经引用过两段经文。 两段都是属于旧药,一段就是尽心尽胜尽力,去到爱耶和华你的神。 第二段就是要爱伦舍如同自己。 原来这两段的经文不是耶稣基督自我的创作, 而是引用旧药的两段经文。 一段那个尽心尽胜尽力,去到爱耶和华, 就是来自《生命记》的第六章。 那个《爱伦舍如同自己》就是来自《尼未记》的十九章第十八节。 所以我就很想透过这两方面就是爱神和爱人, 告诉我们究竟我们如何去到实践、活出爱的教导和提醒。 事不宴迟,我先给大家看看第一段。 这段的经文记作是《生命记》第六章。 他这段经文就这样说, 就说:"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戒命、律例、典章。 使你们在所有过去所得的遗孽的地上去到遵行。 好叫你和你的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 紧守祂一切的戒命、律例,就是我所吩咐你的。 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 以色列亚你要听,要紧守遵行。 使你可以在那流奶与蜜之地得而幸福。 人数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你的。 以色列亚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 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 我今天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因勤教训你的儿女。 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去到谈论。 就是这一段经文。 我们在基督教里,原来我们都有很多不同的信经。 比如我们相信三为一体的真神。 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神人义性。 我们相信祂钉在十字架上死了,成为我们的挽回祭。 我们相信我们罪过得以赦免,我们更加相信死后又复活。 这些都是我们核心的信仰的信经。 但是如果我们问一下犹太教有没有信经的话, 多数人只想起只有一个信经,原来犹太教。 因为犹太教是不信耶稣基督,只是信救药的部分。 那个唯一的信经就记载在《生命记》第六章四到五节那里。 就是以色列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 那我们要分析一下什么叫独一。 有些人就认为这个独一就是一种存在性的独一。 什么叫存在性的独一? 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上除了耶和华之外,就不存在其他神明。 这个叫存在性的独一。 但是这个存在性的独一就有少少的相抗。 而的而且确我们明白在灵界里面, 有很多的鬼魔和神灵。 包括你会看到那个叫黄大仙、铁观音。 有很多不同的神明。 我们的而且确很难说这些神明不存在。 因为耶稣基督也曾经说过鬼。 我们明白那些东西是存在的。 所以这个独一就不是存在性的独一。 就代表不是说耶和华存在其他神明不存在。 不是这样的意思。 这个独一是关系性的独一。 也就是说,就算记得那些鬼魔神明存在, 你也不可以与他们产生任何关系。 你只能够向那位独一的主宰耶和华, 产生一个我们叫做爱、文弱的关系。 这个关系性的一就好像什么呢? 就好像你有一个老婆、有一个老公, 有没有人多过一个? 应该没有的。 应该是我们个人都只是很专一的一个。 就不是代表其他女人不存在。 其他女人都存在。 但是你不能跟那些女人发生关系。 你只能够可以跟你的老婆产生爱和文弱的关系。 所以这个是关系性的独一,不是存在性的独一。 所以其他女人就算存在, 其实你也要当他不存在。 所以我们会发现这个关系性的独一得到夏文的支持。 就是因为夏文提到尽心、尽性、尽力去到爱。 而爱这个字正正就是关系性的字。 原因就是因为你一定要有一个对象去到爱, 你才能爱得下。 你没有对象,你就不能产生爱。 所以如果你要有对象, 这就成为一个叫做关系性。 好,那接着这段经文, 更加你要保持耶和华成为你独一的主宰, 就更加要了解如何去到爱耶和华。 原来,在经文里面有三个尽, 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做。 第一个尽是尽心。 第二个尽是尽性。 第三个尽是尽力。 不过马赫福音的版本, 加多第四个尽, 那个叫尽意。 但是,我们在这里原来发现, 旧约只有三个尽。 我们逐个来看看。 第一个尽是尽心。 我们看个心字, 原文读作Left。 这一个字, 我们以为是说我们的感受。 因为在华人社会, 我们的言语通常用心字表达感受。 例如你今天的心情很开心。 我的心很痛。 我很伤心。 对不对? 我的心很着弱。 很多时候, 我们还用了心脏这个器官, 去比喻我们的感受。 但是原来, 在希伯来文里面, 那个心字不是象征感受。 那个心字是象征思想。 也就是说, 用你的思想, 用尽你的思想, 去到外上帝。 这样的意思。 你可能会问, 一个问题就是在希伯来文里面, 究竟用什么身体的器官, 去象征那个人的感受。 答案就是, 如果你发现在诗篇里面, 有时中文的翻译会翻译做心肠肺虎。 原来原文的翻译是没有个心字的。 原文就是指, 要么就是你的肾脏, 要么就是你的肛脏。 所以你要用希伯来文人, 问候人旁边的感受是什么时候, 你就应该问他, 你最近你的肛脏如何? 又或者最近你的肾脏如何? 那你就比较符合希伯来文的意思。 不过anyway, 我们会看到, 尽心的意思就是用你的思想, 去到外上帝。 尽性, 我们看到的性, 有很多英文的圣经都翻译做show, 翻译做show, 给你的感觉就是你的灵性, 又或者你的灵魂这样的意思。 但原来我们翻译希伯来文, 这个字就读做nevesh, nevesh这个字, 其实是解造成命的意思。 他尽性, 这个性就应该译做生命的性, 又或者你的生命这样的意思。 即是不只是你的灵魂, 包括你的灵魂体, 整个人整条命, 都要去到外上帝这样的意思。 第三就是尽力, 尽力, 尽力, 力这个字可以包括你的力, 包括你的财力, 包括你的能力, 包括你的资源, 也包括你的资源, 去到外上帝。 所以你会看到, 用尽你的思想, 这个是尽心, 用尽整条命, 这个是尽性, 用尽你的体力、能力、 财力、 资源, 这个叫尽力。 去到外上帝, 上帝知道我们自然都是人性, 不会爱上帝。 人性是喜欢爱什么? 爱钱, 爱物质, 爱财, 很多东西你都喜欢爱, 总是不喜欢爱上帝。 但是上帝是怎样? 上帝是谈到他的生命, 猜猜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 这样去到爱我们。 所以我们无以为报, 只能在圣经里提醒我们, 我们只能和一位上帝产生爱的关系, 就是尽心尽性尽力去到爱上帝。 这样我们就表面解释了这段经文, 实际上我们最重点的就是什么为之爱上帝? 我们听到这个爱字, 我们经常会觉得什么叫做爱? 比如举个例子, 你去到一个酒楼, 去库林, 有个点心阿姐推点点心出来, 就问你, 阿珊, 爱不爱烧米啊? 爱啦! 蝦餅呢? 爱啦! 腸粉呢? 不爱啦! 我们明白爱等于什么呢? 我们以为爱是拥有的, 就是拥有烧米, 拥有烤饺, 不爱就是不拥有的腸粉。 今天你吃了虾饺没有? 你爱不爱吃虾饺? 就是我们这样想的。 我们以为爱是什么呢? 比如举个例子, 你和一群弟兄姊妹去餐厅吃东西, 然后很开心, 只剩一张自拍, shelfie拍照, 拍照, 咔! 然后就把蝦的照片 登上Facebook或Instagram, 然后就在那个title上写了 很有爱呀! 然后几个心心, 这样的。 那我们想爱是什么呢? 想爱就是气氛, 或者感受, 今天真的很有爱的感受, 今天气氛真的很有爱。 所以我们经常在坊间里面的智慧说爱是什么呢? 爱是拥有, 又或者爱是感受。 如果没有了感受, 没有了拥有, 我们就似乎感受不了我们爱上帝。 我们以为爱上帝就是唱多几首很有气氛的诗歌, 你就感受到好似爱上帝。 我们以为我们爱上帝真的有拥有利益, 才能等于爱上帝。 但我刚才提到这两个爱的定义, 都不是生命记这个爱的定义。 原来生命记说得很清楚什么为之爱的定义。 在这里我用红色已经highlight了, 爱上帝就等于紧守他的一切, 这一句是非常具体, 告诉我们有一个具体的行动, 如何为之去到爱上帝。 这个定义仍然被耶稣基督取录了, 就记载了在《药汉福音》的十四章二十一节。 经文说得有了我命令, 又遵行的, 这人就是爱我的。 是不是很清楚? 非常清楚, 清晰地定义什么为之爱上帝。 就是你要有具体的行动, 遵守耶和华的戒命、律例、典章, 遵守耶稣基督的吩咐。 这样的定义又不是我们很难理解的。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在座当中的姊妹很明白如何感受到你老公或男朋友的爱。 通常如果你老公经常跟你说, 老婆我爱你, 我日又爱你, 夜又爱你, 我这一刻又爱你, 夜晚宵夜又爱你, 无时无刻都爱你, 你听得多, 你都会觉得烦。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老公只有一把嘴巴, 不断说你爱我, 你爱我, 其实就没有证据, 没有证据, 只有一把嘴巴说。 但是如果你老公说的都是需要的, 多说的都是没问题, 这就是存钱的。 但如果有活动就更加好, 比如举个例子, 如果老公看到老婆真的用过一支原字笔, 没什么呢? 就不用老婆出声, 就主动感受到去文具店, 偷偷地买了一支原字笔, 就包好送给老婆, 老婆是不是感受到很有爱? 非常有爱? 所以女人的眼光是独到的, 因为她知道原来爱不是口号, 爱不是气氛, 爱是具体的动, 是不是这样? 如果用这样的比喻, 你就明白什么叫爱上帝, 爱上帝原来上帝是看我们的行动, 甚至我们感受配合不到, 甚至我的感受心情很差, 但是走过看到一个有需要的人, 上帝感动你去到爱他, 就算你心情差, 配合不到, 你都愿意死死地气, 按照上帝的吩咐去到爱的时候, 那这个爱是不是很大? 真的很大, 因为你超越了你的感受, 原来你知道你老婆爱你, 或者你老公爱你, 并不取决她今天的心情, 而是取决于她当初结婚时的承诺。 那个承诺已经说了, 就是无论疾病、困苦、富贵或者贫贱, 其实应该说那天开心还是不开心, 都要爱你一生去到抱着你, 是不是这样? 如果是这样, 你就明白这个爱是超越感受, 超越甚至是政治立, 超越那个有没有拥有的一种概念, 所以我们在这里第一点跟大家分享, 什么叫做爱上帝? 我们说要活出爱, 我们就明白这个爱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肤浅, 不只是感受, 你能够想象如果爱只是感受, 其实就很牙烟,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人的感受是飘伏, 飘伏, 我今天心情好, 那我爱你, 我今天心情差, 算了, 我还是不爱你, 很情绪化, 但当你情绪化的时候, 等于这个爱是没有卫生, 爱是没有卫生, 所以我们会看到第一点就是爱神就是这样的意思, 第二点, 爱人, 这段经文是耶稣基督尼取字就是利美记的十九章第十七到十八节, 经文就这样说, 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 总要指责你的论舍, 免得因他担罪, 不可报仇, 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 却要爱人如己, 我是耶和华。 当你看这段经文, 我特意用了两种不同的颜色, 给大家看看原文有两种不同的字眼, 第一个字眼就是红色的字眼, 红色的字眼就读了做弟兄, 那什么叫做弟兄? 就是代表一起有同一样信仰的人, 那些就叫做弟兄, 你看过旁边的弟兄或者姊妹, 你称呼他是弟兄和姊妹, 我知道那个旁边是老公来的, 但是老公的身份原来不是最高超, 最高超的身份原来他是你的弟兄, 他之所以成为你的弟兄, 不是因为你嫁给他或者娶了他, 而是因为你们有同一样的信仰, 因着耶稣基督的买宿, 你个个人都成为父的儿女, 既然成为天父的儿女, 我们原来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 就是有一个叫做弟兄姊妹的关系, 这个身份甚至崇高过一些细族的名险, 包括什么博士, 什么太平身士, 什么工程师那些的名险, 是高过这些名险, 还有我们会发现这段经文黄色哈拉的字眼, 原来原文看来就是解作论写的意思, 你会发现在经文里叫做爱人如己, 我特意用个黄色哈拉人的字, 大家看到, 为什么? 就是因为在原文里这个人字是应该译做轮蛇, 所以他的翻译就是应该翻译做爱轮蛇如同自己, 什么叫轮蛇? 轮蛇那个可以是你的弟兄, 也可以不是你的弟兄, 你明白我的意思? 也就是说他可以是未信, 可以是信的, 那什么才可以有资格, 有能力去爱世人呢? 就是只有神才可以爱到世人, 因为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已经和我们说了, 但是神对我们爱人的吩咐, 就是一个不是我们遥不可及的事情, 而是我们能力范围做得到的事情, 上帝没有叫我们爱世人, 当然你说我胸怀普世, 我爱全球六十几亿的人口, 其实这句只不过是口号, 我不知道你明白我说什么, 究竟我怎样有能力去到我六十几亿人? 我六十几个人都艰难, 但是上帝给我们的吩咐不是爱世人, 上帝给我们的吩咐是爱什么? 爱轮舍, 代表是我们身边能够足及范围的人, 那这个是我们真的做得到的, 那是你旁边的轮舍, 那是你身边的同事, 那是你见到每天的小巴司机, 那个楼下的汉奸, 那这些全部都是你身边能够足及的轮舍, 这个是说的范围, 在你能够做得到, 做得到还是做得到, 我们仍然都要问多一个问题, 什么叫做如同自己呢? 比如举个例子, 告诉大家, 我有一个嗜好很喜欢做的, 就是吃蒲飞, 我知道年纪大了开始, 我一年不能做这么多东西, 吃蒲飞我也很喜欢, 是不是代表我喜欢吃蒲飞, 我爱我自己的方式就是请自己吃蒲飞? 那用我这样的方式去到爱你, 就是说我请你吃蒲飞, 就如同我请我自己吃蒲飞, 就等于爱伦舍如同自己呢? 大家明白我什么? 那未必是这样能够是因为真正爱他, 因为你知道不是每个人喜欢吃蒲飞。 所以会不会是因为, 譬如举个例子, 我自己有个的兴趣, 而这个兴趣不是很多人有的, 我都知道我这个兴趣很满, 就是我很喜欢写书的, 会不会如果我爱他的话, 或者说我和他一起写书, 我就等于爱他如同爱我自己呢? 也不一定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找一个参照点, 就是他和我都好像一样的参照点, 我们才找到什么叫做如同自己, 你明白我问什么? 那其实经文有没有说到参照点, 以至我们可以爱他如同自己呢? 答案原来是有的, 那段经文就是要看下文, 很好,同工加了那个章节, 就是记载了利未记的十九章, 三十三到三十四节那里, 经文继续讲爱论写如同自己, 他就说, 若果爱人在你们国中和你同居, 就不可欺负他。 和你们同居的爱人, 你们要看他如本地人一样, 并要爱他如己。 大家看到吗? 爱他如己就是爱论写如同自己。 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作过己居的,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 爱论写如同自己的参照点到底是哪里。 首先,那个背景就是, 那帮以色列民进了加南地。 当他们进了加南地之后, 他们就成为加南地的本地人。 但仍然有一些叫做不是以色列民, 他们寄居在加南地那里, 他们就是属于爱人。 所以爱人和本地人, 无论是怎样都好, 这帮爱人成为一个寄居者, 你就要视这帮爱人如同本地人一样。 如果你这样做, 就等于爱他如己。 然后再给你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原来昔日, 以色列民都曾几何时在埃及地也作过寄居的。 这句我用红色显示了。 即是告诉我们, 昔日在埃及地那里, 大家记得, 法老去到欺压那帮以色列民, 叫他们无草造尊, 叫他们那国的修心婆一定要杀了那国的男鹰, 大家记得这些故事。 这些欺压令那帮以色列民很惨, 成为围奴之家, 然后呼求上帝, 上帝就猜欠摩西、 云柱、火柱、十灾, 离开埃及, 过了红海, 进到那个旷野, 然后去到加南地。 但是去到加南地, 他们摇身一变, 由那个本来奴隶的寄居者, 竟然就成为加南地的地主了。 他作为那个曾几何时寄居者的身份, 他就更加有条件明白寄居者的感受是怎样的。 所以有些寄居者寄居在加南地的时候, 你就不可以像法老那样去到欺压他, 你也不可以像那个分野, 就是我是本地人, 你是外人, 所以我高级一点, 你低级一点, 然后我就这样去对待你。 不可以这样做, 为什么? 因为他是寄居者, 而你本身也是寄居者。 这样的寄居者的一种这样的身份, 就成为爱伦舍如同自己的参照点了。 参照点就告诉我们, 我爱你, 不是因为我地位高, 你地位低, 我是本地人, 你是爱人, 这样的爱是施舍。 是, 原来我们是平等的身份, 平等的身份大家都属于爱, 这种叫平等的身份下, 我才能够爱你如同自己。 如果你觉得他是一个地位低的人, 你不会爱他好像自己, 因为你不觉得自己地位低。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 你就明白什么叫做寄居者。 是今时今日的香港, 我觉得是一个移民的世代。 大家觉不觉得? 各个人都在讨论移民, 譬如我教会, 我教会很多人都在讨论移民, 现在不是移不移民, 现在是移到哪里, 这样的情况。 接着, 给我们的感觉好像无处是我家, 好像没有一个真正属于我自己的一个地方的感觉。 我还记得看到一个报道, 那是一个故事, 记载了一个香港人, 原来他的身家有2亿美元那么多。 多不多? 也有2亿美元。 他觉得, 因为香港现在的局面, 他很想把这笔钱设立一个离岸的户口, 送出去。 他想起自己的身份认同, 我都觉得我是中国人, 他认为他是华人, 所以找找全球哪里的华人身份是最多, 他又觉得是安全, 他就想起新加坡。 所以他就在新加坡那里打算开一个离岸的户口, 新加坡看到一个这样的大客, 所以银行就送了两个职员来到香港, 和他谈这一宗生意。 谈完之后, 搞好所有的手续, 然后问问这位人兄, 为什么你要过来新加坡那笔钱? 他就说了他的心声, 他就说原来他已经有英国公民的身份了, 但是总是觉得自己是华人, 不是英国人, 似乎身份不是很能够认同得到。 但是, 黄氏四周, 觉得华人的地方比较安全的就是新加坡, 所以他就在新加坡那里打开了个户口, 过了过去, 然后他说了一句话很特别, 那句话就说, 我觉得我好像一个难民, 这句话很有意思, 香港即将或者现在已经出现两亿美元身家的难民, 大家觉得是不是很讽刺? 真的很讽刺, 原来钱是什么? 钱不是可以保障你有平安的, 你多钱不能有那个安全感, 甚至越多钱你觉得自己越不安全, 所以奉劝大家不要赚那么多钱, 有的都是捐给教会好多钱, 那你就会发现, 我们会发现寄居者的身份, 或者寄居者的心态, 我们经常都会在这里发现得到。 我也做过寄居者, 我在英国那里生活了三年, 为的目的就是读我的博士学位, 读旧约的博士学位, 当时我认定英国也不太适合我居住的地方, 所以我没有想过移民去英国, 因为这是近排最热门的移民地方之一, 为什么? 第一, 因为那里没有港式奶茶喝的, 他标榜港式奶茶那些都不是港式的, 是渺渺嘴的, 你就会觉得喝完都好像不是那一种感觉, 第二, 歧视也挺严重的, 所以我不太想留在那里, 加上我觉得香港也比较适合我, 所以我就留在香港, 反正我也会回天家, 那就算了,留在哪里都没所谓了, 然后留在英国三年, 我就用寄居者的心态留在英国, 我告诉你寄居者的心态是怎样的, 就是我一落脚买一个热水煲, 买个热水煲, 我就找回整个Sainsbury, 即是那些超级市场, 哪一只最便宜? 我就买过一只, 最好的吗? 最好我生活了三年, 用了三年, 临走那一刻它坏了, 我就觉得是最划算的, 是吗? 是最划算的, 还有呢, 我们整班去留学的学生, 有新加坡来, 有南韩来, 有大陆来, 有印尼来, 个个都在神学系那里一起去到俊修, 他们经常都分享二手东西, 你有没有想过在香港不是很分享二手东西, 去到当地经常都分享二手东西, 你这个用了一年就读完了, 不如你给我吧, 又或者那些东西经常都用二手东西,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省得就省, 因为我就不想在这里买房子, 又不想在这里投资, 又不想在这里什么, 总之拿完那个学位就走了, 所以这是寄居者的心态, 寄居者的心态, 你就明白什么叫做爱伦社如同自己, 因为那个人刚刚到报的时候, 就可以跟他说, 我知道你需要这件事, 就给你了, 这样的情况, 而我在英国开的那部车, 也是二手, 而是玩那个最便宜的, 就是开完之后, 又让给另外一个, 所以就算多瘦了, 你不想买好车的, 你打算什么, 你打算赌就可以了, 这样的情况, 所以你会发现, 那个爱伦社如同自己就是这样的情况, 因为如果你买了一个好东西, 你就会投行, 为什么投行呢? 就是因为你又不舍得扔它, 你又要给一些运费运回香港, 可能运费本身比那件东西更贵的价值, 所以我不会买贵东西, 我会买便宜东西, 这是寄居者的心态, 我们人生在世七十八十年, 僥倖的就九十年, 再僥倖的就一百年, 我们发现, 我们总是离开的, 是没有人那么傻, 临死之前, 叫老婆拿个红宝仔来, 数有多少个灵才死得硬弊, 不会够做那些看不开的事情, 生辛苦苦工作三十年, 工完那层楼, 始终都有留给你的儿子, 你觉得很讽刺, 就是你这么辛苦工完那层楼, 而儿子是不用工的, 就带不走, 一毫子也带不走, 我们只有认定我们是天国子民的身份, 而认定在世是寄居者, 成为我们最核心的身份认同, 我们当然是某个国家的公民, 无论你移民还是不移民, 总有个国家的公民是属于你, 但是我们更加有一个更高的身份价值, 就是天国子民的身份, 只要你有这样的身份认同, 你明白, 好像一个镜子倒下来在世上, 反而寄居者就是你的核心身份, 但是我们忘记了, 我们活得不像一个寄居者, 我们还是很流暖这个世界, 当然, 我们要在这个世界里保持基本, 就是叫做过得去的生活, 这个也是很重要, 不过, 我们明白, 我们要更加努力的, 就是投资在将来永恒家乡那里, 在那里, 在这个在世, 有些东西我带不走, 我用完到临死那刻, 用患我就很开心, 这样我们就明白, 爱伦舍如同自己, 那个爱, 很有可能真的要熬醒旁边的人, 喂, 你是寄居者来的, 你是寄居者来的, 在世巴巴臂臂, 十层楼收租, 又如何, 对不对? 你传道书是说得对的, 你一生人劳劳力力赚取回来的, 自己不能享用, 反有爱人去享用, 我们会发现, 我们一毫子一个奔都拿不走, 所以在这里, 爱伦舍如同自己高岸爱, 真的要揭力全阳天国的价值, 要提醒我们, 人是会死的, 人是会死的, 我们个个人都知道, 但是他是活得, 将人要死, 又是另一回事, 所以最后我们会看到耶稣的大戒命两点,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 主你的神, 这是戒命的第一, 就是生命纪, 要遵守耶和华的戒命律例典章, 这样就为之爱上帝活出爱, 且是最大的, 其次也相仿, 就是要爱人如己, 两个大戒命, 告诉我们, 两个戒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 若然你掌握得到, 活出爱这个爱神和爱人的吩咐的话, 其实很简单, 你掌握到这一件事, 其实你就掌握到整个律法, 掌握到整个圣经, 原来这是总原则, 是耶稣基督宣传一个最伟大的戒命, 所以我们今天的思想活出爱, 今天很想和大家一起去想, 爱神和爱人, 上帝对我们的吩咐, 请祈祈祷。 慈悲人爱的天父, 我们缺乏爱, 求主加添。 我们爱金钱, 爱名利, 爱Facebook的like, 多过爱你。 求主赦免, 让我们能够活出你的戒命律类典章, 又认定自己是寄居者的身份, 和天国子民的身份, 让我们在世寄居的时候, 向我们身边的轮舍传扬耶稣基督的爱。 多谢主, 谁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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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